有一名钓客趁着中秋假期到嘉义县杭美里岸及钓鱼 不过呢 他因为对于当地的地势不太熟悉 两脚踏进了泥地里头没有办法脱困 整个人累到只能够在泥沙中匍匐前进 所幸有民众发现报警求救 最后成功地救出了这名钓客 黄昏景色每不神收可是仔细一看 泥泞中竟然有人在匍匐前进 民众惊艰立即报警求救 由于地形阻碍救护人员费了好一番功夫 成功利用长辈板将受困的男子搭救上岸 男子获救后满身淤泥没有大碍 事发就在嘉义豪美里岸季 17号晚间6点海巡署接获报案 一名男子前往钓鱼却误入泥沼之中无法动弹 花费好大力气才从中爬出匍匐前进 其他钓客见状立即通报救援 本所随即调派人员前往救援 并通报布袋分局及布袋消防分配到场接触 嘉义舰交换局提醒民众从事户外活动因着 适当的安全装备 因事实的补充的损困 以确保自身安全 不收地形深陷泥沼 好在民众及时发现 才没有在中秋节这天造成汗事发生 记者蔡崇吾嘉义报道 6太 Fatma 1 1 1 谢谢观看